錄製 歡迎收看來自星星的是 大家晚安 我是柵糠 在這個美國的外星人呢 是來地球幹嘛的 是來調查的 那中國的外星人來地球幹什麼呢 是來賣萌的 在日本的外星人來到地球幹嘛呢 打怪獸 那韓國的外星人呢 最壞 他們來地球幹什麼呢 泡妞 來 歡迎第二位星座代表 來 三位投票賓 這個有學的估計 到了2025年以後 至少有35萬到40萬的男性 找不到適合的女性來結婚 這個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 男女出生的比例不平衡 但是自從這個韓劇 來自星星的你發燒之後呢 我跟你講 男性單身的原因又多了一下 什麼呢 這個難道我們地球男 比不上外星人嗎 不啊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段 星星為電影 請所有的人挑選 你最喜歡的劇情發展 影片回來以後呢 我們再請星座戰將告訴你 這段影片跟你的愛情命運 有什麼關係 來 星星為電影 請看 星星 星星 熊 其實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好好的跟你說 但是你要先答應我 不要把我當瘋子 我才要跟你講 好 卡 你要不要真的打電話給他 你不要用眼的 不好吧 試試看 熊熊 熊熊 其實我有件事情 想跟你講很久了 我是來自KMT 2266 外星球的外星人 你他 我都幾歲了 你還拿外星人重視來服務我 你以為我是保潔是不是 想分手也不是 拿這種理由來搪塞吧 雖然你很幼稚 但不代表我腦袋被求衷 智障到相信這種鬼話好嗎 如果你是外星人的話 那我不就是 宇宙小姐第一名 不會吧 你是外星人 那你跟超人一樣 是被地球人非常長大的嗎 還是你是 M.I.B.裡面那個 披著人皮的怪物啊 你們在做他建設的時候 是不是用手指 塑膠裡面呢 還是跟我們地球人一樣 是用那個 人家從來沒有跟外星人做過 好害羞喔 我都一樣愛你 Dominici 我不準再說了 我愛你呢 絕對不會因為你是圖好 還是圖片而有所肯定 我也不會因為你是金蟲 或者是北眼而有所不同 不管你是外星人還是地球 平均呢 媽媽 我都一樣愛你 聽見男友是外星人 你會怎麼反應 會覺得他想要分手 而編出爛理由 還是想生個外星寶寶 或者不管是哪裡人 你都一樣愛他 男友突然說我是外星人 請問你的反應是 A 哪人亂也有分手 B 身外星混血而不是夢 C 管他哪裡人 愛就對了 來 請選擇 我先我先 走… 不開心耶 好 來 請亮牌 C A A C A B A B C C C A B A B A B 馬尔賢 是 你是不管他哪裡的愛就對了 也對啦 對啦 因為他這年紀也真的在這年紀 算了 怎麼辦呢 什麼 只要是忍就沒有忍 喂 不要這樣 現在選人心事真的越來越少了 小禎跟明哥把他都選A喔 對啊 為什麼 不是 我是外星人 這是李竸娘都說不出來了 賴女人 對不對 對啊 分手 OK OK 好 妳有把也是認為 因為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說 我覺得應該是爛理喔 那妳也認為C 日本人秉持 OK OK 我沒想到有人選B耶 妳真的認為身外星人OK啊 還比外國人更酷耶 對啦 比外國人更酷 OK 好 看妳腦子有問題 而且妳一定選B喔 對啊 妳也認為 超酷的這我有 對啊 妳們都沒有想過 妳們那個ET的樣子嗎 可是加上我 那個ET就像一隻烏龜剝掉 加上我應該就不會太難看了吧 那加上我長睫毛 那是外國人的 妳有看獨民軍C嗎 妳是說這一個喔 超帥 問題是妳可能會碰他那一個 妳會剩下一個 剩下一個 剩下那一個 沒有 沒有關係 其實真正心目中有那個外星人 真正樣子的只有馬大哥 馬大哥 但是其實剛剛我們這個題目呢 妳們選擇的時候是一個心理測驗 來 黃老師 告訴大家 這個三條選項背後到底隱藏什麼 好不好 什麼 這個隱藏的題目呢其實是 什麼樣的男人呢 對妳有致命的吸引力 這邊有三個答案對不對 選擇到A的呢 有巨蟹座的美晶 跟天蟹座的奶晶 這個答案是 妳的個性超務實 能給妳蜂衣族生物的男人呢 才是寶 是寶 以她來說 真的 他們準的 我們大部分的情況下 會以為說 是不是只有 土上星座的金牛 處女跟摩羯 才是務實呢 其實不然 那巨蟹座他們的這個狀況來說呢 他們其實會在約會的當下 就會觀察對方很多的小細節 所以會知道 對方其實大概月收入多少 可能在一起的點 是不是這個時候 他應該掏錢出來搭GOLDUS 分攤比較好一點呢 所以他們其實 會考慮到對方的狀況 來跟對方做這個深入的交往 好 第二個答案呢 選擇到B的有誰呢 有這個天秤座的安可欣 還有雙雲座的玄玄 這個B的答案是 有幽默 體力強的男人 才能達到你的需求 所以其實他根本沒在意 看得出來耶 你看到人家打架 有沒有 飢渴的臉 有沒有 沒有 她可能 積個 看得出來 大部分的情況下面 我們會以為 只有像是天蠍或金牛 這種好像很肉欲的星座 才會選這個選項 但其實天秤座也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天秤女呢 他們喜歡對方有一點點霸氣 有一點對方非你不可的感覺 要對方非你莫屬 所以他們會喜歡 在那樣的過程當中去享受 被對方擁有這樣的感受 再來我們看一看這個選擇到C的 這個滿多的 這個有 水瓶 雙子 獅子 金牛 跟處女都選到了 那麼這個答案呢 這個C是 你太浪漫天真了 只要開口說愛 誰都能得到你 誰答應 真的 哪有那麼容易 真的 真的很準耶 哪有那麼容易 真的 不要多啦 不要只答應好不好 你講我這樣不是一樣 你真是蠢好不好 因為他應該浪漫啊 所以選擇C這些人 就是對於愛來講 沒什麼防線就對了 他們可能在外表上看起來 都非常的獨立有能力 或者是很厲害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這個 雙子座的劉宇如來講好了 那他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就是 他們其實會在外表上面的 語言或表現都會說 其實他可能沒有想要結婚 單身也不錯 但是當他們進入到 戀愛的程序的時候呢 就馬上微波爐三秒加熱 就打開了 就說我要結婚了 我說 你不要 單身一輩子馬上說 沒有 就愛到結婚啦 所以他們常會讓 旁邊的朋友覺得錯愕 才把他們海扁一頓 真的 當然其實他們內心裡面 是非常 想要透過婚姻去感 到底婚姻什麼樣子 我想要實驗看看 所以其實他們是 一邊實驗一邊婚姻 一邊婚姻 一邊婚姻一邊做實驗的人 好複雜喔 所以 所以現在講來到 對愛其實沒什麼原則 沒什麼做程度 他們本來就沒有原則啊 沒有 雙子座本來就沒什麼程度 請問黃老師 是 因為你問他們都沒有問我們 有沒有可以不一樣的答案 因為我曾經 在很多年前 就是反正做得很荒唐 無法交代的事情 可是我也竟然在一起做 沒有,我就跟對方 我就跟那個女朋友說 其實我是外星人 沒想到苦林也會講出 如此荒唐的話 她女友又怎麼回應呢 外星混血寶寶竟然長這樣 這個女生 她是真正的生下來 一個混血外星寶寶 沒有 真的 就是 這個樣子 什麼 對 人生的 她在醫院生下來的 有沒有 剛剛選B的 剛剛選B的 我就說會生成... 你們不相信 果忠康累撒攝影棚啦 哪一些星座 婚前大男人 可是婚後會變得... 親 第三個星座呢是 獅子座 是家人的跟父母的要求呢 這個時候呢 進入了 病貓補室 對... 她已經沒有了自我了 真的 她已經沒有了自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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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女朋友說 我真的講過這種話 那時候還沒有這個電影 你知道她怎麼回答嗎 她說 她想了一下 她說 這是怎麼回事 我要問一下對方的辛苦 她不是放過你啊 對於巨蟹女來說呢 她們就是認定對方了 所以對方就是化成灰 化成沙 化成蛇 她都願意 就三個是 好 來 當然我們分析了三種特質 剛才就是說什麼樣的男人 可以具備同樣三種條件 就吃頂你們所有的人 整理一下 這個杜明駿這個外星人 他要拿幾個優勢好不好 來 第一項又是 外星人第一項又是 是 來 吻得驚喜 吻得浪漫 吻到少女咪咪咪咪咪 沒有咪咪咪咪 沒有咪咪咪咪 不是 有啊 你看那個 支支 不過我覺得這個外星人很賊 他表面上跟你說 我們分手 他就把時間凍結 然後開始啵 對啊 為什麼只啵 那 什麼 幹嘛 OK 這種事情超能力 對不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各位 就是我先請教男生好了 你們認為說你們這個 人生中最經典的一次的 的經驗是什麼 你有辦法聊這一題嗎 好 我現在要這樣講 你剛剛說話髒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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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人生最大的那一吻 就是在初戀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你知道 劇情... 又怕受傷害 那時候第一次 因為學生念書的時候沒錢 只要帶去公園 就在那邊聊天 兩個在那邊聊... 聊到那一聲書的時候 你就突然 彼此就有一種 心情上面的一個激動的感覺 是 你覺得好像可以長久下去的感覺 不是 你現在講下去 我一直認為你是跟男的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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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開始慢慢這樣 靠一點... 沒什麼反應 然後手比較慢慢... 你這樣是很猥琐啊 我那很猥琐 我這樣做過去 我表情是很正經好不好 不是 你真的害羞嗎 不是 我開始我心跳 從六十幾 七十幾 八十幾 一直跳上來 我超緊張的你知道嗎 然後我臉整個紅了 我看她臉很紅了 我說 我說 臉超紅的感覺 這樣 我們開始慢慢... 就開始接觸 那感覺好淺你知道嗎 兩個 我... 段時間我們沒有辦法分開 好 SKY SKY也是有一個很浪漫的文 是在超市裡面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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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在 然後重點是 不是當著朋友的面 是 是我們中間還隔了一隻熊 熊 隔了一隻熊 一個布娃娃 送給另外一個朋友的生日禮物 對啊 然後那一天就是 大家一起去超市 就是商店逛街 然後後來我們就 反正在等人 然後我們大家就休息一下 然後等朋友 然後後來他就累了 就先請他坐在椅子上 然後我就蹲下來跟他聊天 然後那時候隔了一隻熊 我們就聊天聊一聊 我就聊到一半 忽然覺得 怎麼忽然覺得旁邊的人 都沒在看我們 然後又隔了一隻熊 就覺得在一個密閉空間這樣 只是熊再看 熊是背對著好不好 OK 只是電影看太多是不是 對 對 OK 反正就是那個時刻很對了 然後就是覺得 就是KISS這樣子 好 那各位女生們 你們覺得剛剛這兩位 講的那個 這個接吻的情境 覺得很浪漫的舉手 浪漫 在公園 什麼啦 還想到我們那個靈 我去霧原住了 靈 所以你們這個太爛了 我跟你講 我們要請女生講一下 她們認為最浪漫的吻 來 小禎 小禎那個吻 我跟你講不得了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老娘也有那一天 什麼啊 以前那個在學校的時候 在瑞士啊 你知道就是下著雪 我先跟你形容一下那個環境 那個環境就像是童話故事裡面 小木屋一樣 是... 然後下滿的雪 然後呢 我們那一天就是 下課的時候 我們就手牽手 就在路上 我們就在顯晃的時候 就到了一家咖... 不好意思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咖啡廳沒有位子 我們就是到處晃晃晃到後面 這咖啡廳後面有一塊大空地 然後下著雪 然後呢 他就把我壓在牆上 就直接了 我跟你講真的 好激情喔 好激情喔 我們就互相插到 對方的口袋取暖 講太陽啊 所以這樣你有猥琐的想法 然後呢 後來今天呢就這樣 四目交接的情況下 對不對 然後呢 下著細雪 也沒有什麼 好 別的事情可以做 那是根本要幹嘛的 對 就這樣子 你加油 你給我玩一下 這麼激烈 就在雪地裡聞起來 你知道那種 多...我跟妳講 這邊是隨便一個地方 都很浪漫 所以說你們那個下課的時候 比如說噹噹噹噹 OK 大家 沒有啦 沒有啦 人類的地方真的很適合 很浪漫 對啦 不是只是下雪而已 那是瑞士說北韓的話 妳看妳 出草 OK 來 雨柔 雨柔一個早上被聞醒的感覺 很棒的 就是我覺得是一種 應該是幫她吧 幫她比較高 那種感覺就是 因為那氣氛很好 然後她是已經把早餐都弄好了 她沒有叫醒你 是... 然後她來叫妳的時候 她早餐已經好了 放在那個床旁邊了 是 然後她是坐在床邊 然後我在睡覺嘛 她是從妳的額頭親 然後親到鼻子的時候 妳已經開始有一點感覺 微微醒來 然後在她親到妳的嘴的時候 妳就醒來 妳知道那個陽光這樣 窗戶的陽光灑進來 棉被 對 看到她坐在旁邊有早餐 整個一切都是完美 沒有 安寧 應該是別人家裡的房間 就是很美好啊 然後要不然就是像 比方說突如其來的一聞 我覺得那個也很浪漫 突如其來的一聞是比方說 就是比方說我們走進家裡大門 她走前面開門 進去之後我把門關起來 她突然回一聲 然後把妳這樣 壓到她 所以她這樣這樣 然後就直接就親妳 好辛苦喔 妳剛剛就架子這樣 感覺是像架伏魚 是... 她就是 她就是進門之後 然後就突然回家 把妳這樣架在牆上 然後就親妳 真的沒想到 妳女孩喜歡是這種 對啊 沒關係 誰還在那邊跟你這樣 手扣卻沒反應 對啊 妳在那邊這樣走而已啊 要不要親啊 打人 不是 你這個 有點吃汗感 奶精啊 妳說什麼 高速旋轉接吻很過癮 在信義區她那邊 聖誕節的時候都會有聖誕樹 是 她亮拍嘛 那時候我就跟我男朋友 就手牽手 然後走到最裡面的時候 有一顆很大的聖誕樹 我們就在那邊看嘛 那我說因為旁邊都是人 我很想拍照 她就突然間一把這樣抱起我 開始旋轉接吻 因為我跟她身高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腳是騰空 這樣被旋轉的接吻 旁邊都是人 然後大家都在看 好日劇喔 好日劇喔 日劇的 現在還在一起嗎 會用這招都是愛情的騙子 我跟妳講 好 那福音大哥 就你觀察 女孩子喜歡什麼樣的吻 其實很多的男生 太過於侵略性的吻 對女生是不好的 太用力了 因為親吻本身是很嚴重的 你知道當初那個非洲人 他們看到白人的傳教士去 然後去偷看他們的家庭 接吻的時候 他們很害怕耶 那為什麼他們那些丈夫 真的 所以因為妳講 因為你看我們不熟的人 我們連她喝過水 我們都不喝嘛 但是現在我們一接吻 就表示說女生來講 是我認定 我跟你有很親密的關係 那是 對 可是對男生來講 好像我開始可以怎樣怎樣的 所以很多男生 如果太過於粗魯 太過於侵略性的話 女生其實是會反感的 所以比較聰明男生 去親女生的時候 該親的時候你要親 要遲疑一下下 表示不是我 就來了 我稍微遲疑一下 但是不能遲疑太久 遲下久他走了 對 遲一下 太久就這樣走啊 對 然後親的時候說 男生不要很強在那邊 然後女生又四十盤 你要嘴裡咬個乒乓球 你要慢慢慢慢一點一點的 去侵略他 逐步突破 這個都教授為什麼很穩的很好 他照理講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像我剛剛講 有點遲疑 有點畏闊 有點為對方著想 因為他怕生病啊 你知道嗎 他是冒著生命危險 在親人家的 所以我們每個男人 如果在親一個女生的時候 都想說 我是冒著生命危險 在親你的 那麼的慎重 那麼的猶豫不絕 女生應該會很感動 你知道嗎 真的耶 現在我叫問一下 馬哈哥 你... 你幹嘛這樣笑 馬哈哥 你們以前流行接吻吧 我們那個年代是 比較慢慢來 不過基本上 女人把吻大部分的 當作主戲 就是她享受接吻的快樂 是 男人當作前戲 過程 過程 不是 接吻之後 她總是希望 還要接吻之後還要再... 再來個什麼 再來個什麼 對 基本上在認知上 是有差距的 那是... 以前我們有沒有跟女生 不... 都完了 沒有 還要怎麼樣 好 OK 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記一下 會不會記一下 好 我們先洗個男子一早 沒有 對這樣的差別是真的 沒有問題考一下大家 這是紐約時報辦過的一個 那個測驗 他說接吻的時候 為什麼要閉上眼睛 為什麼... 對 結果甄選所有答案 第三名的答案是說 因為 第二個名的答案是 第二個名的答案是 第二名的答案是 因為愛情是盲目的 那第一名的答案最好 什麼 閉上眼睛是會想下一步 要怎麼辦 真的嗎 我以為是閉上眼睛的時候 那個觸感會比較... 比較想透 比較想透 感覺比較想透 可是大家閉上眼睛會想下一步 怎麼辦 對啊 所以應該是男生的想法 對啊 女生也會 女生也要想說 我讓不讓妳怎麼辦 對啊 沒有女生多半會想說 怎麼辦...她在問我咧 怎麼會這樣子 你現在都要責 然後男生都在想太多 好 那個安心蕊 妳說男生 妳的男友太粗暴就撥妳 對 而且那是我的粗吻 就是初戀男友的粗吻 妳男友有吃冰牢嗎還是 沒有 然後他就是像剛剛老師說 他就是不斷的 把舌頭越伸越裡面 然後口水就是一直弄我 就是他... 我不知道他是不會吞口水 還是怎樣 就是... 不會吞口水 他在撞一根嗎 沒有 就是... 沒有 他就是越輕 然後口水你就是會覺得 就沾滿我的嘴巴的旁邊 然後他是很... 我真的覺得 我有點像被搶爆的感覺 我覺得清到那個口水很多 很噁 尤其是你知道那個口水 如果要人中 妳一整天都想死 對 很重 真的 我跟你講 不過你今天晚上男生真的吻完 你這邊一圈都是他的口水 真的 真的 OK 好啦 不過這個男生 尤其是男生 這個打撥的時候真的要冷靜 因為打撥是一個唯美的事情 你一定要很美 然後很輕柔 不要這個瘋狂的 那個... 有些電影演的不一定是真的 這樣喔 不一定不是很開心的 因為有時候這樣弄完 牙齒會流血 要冷靜 好 再來劇集裡面的外星人 只要跟地球人接吻 就會發高燒 那基本上你知道 體液交換都不行 那其實有一個傳說說 地球上有人生出 跟外星人混血寶寶 真的假的 這個人 他還不是泛泛之輩 他是英國工黨的議員 就是工黨議員 他叫Simon Parks 是 這個人接受電視訪問 公開說 我有了外星小三 我有了外星小三 他有外星小三 然後他把外星小三 在旁邊公布出來 那他外星小三 他說他我們一年做四次 我們見面先手牽手 是 手牽手 然後感覺對的時候 他就說 感覺對了 外星人就跟那個... 那個女外星人 就跟賭名寺一寺一樣 兩個就... 就消失了 然後就到 幽浮裡面去了 飛碟裡面去 是 然後就做愛做的事情 他叫貓女王 因為他的頭有點像貓 眼睛很大 有一個鼻口 有一個嘴巴 對啊 好 他還跟他生了一個 外星寶寶 然後 就轟動了英國 就沒想到他 後來又接受訪問 再告訴你一個祕密 我就是外星寶寶 他說他就是外星寶寶 他就是 他說他的媽媽 他看過 274公分 八個手指頭 不是十個 是綠色 這個照他的講法 真的嗎 注意喔 他是工黨議員 老師你這樣講好像說 工黨議員 就不會發瘋 有的國家總黨都會發瘋 對啊 我覺得你有沒有調查 那陣子的用話記錄 對啊 沒有啦 這樣好了 而且你現在那個 演藝生我也遇到瓶頸了 真的 我看你要不要 趕快搶地坑外星寶 外星寶 OK 好 這是英國嘛 對 還有另外一個也有 義大利這個 真的轟動全候 義大利也會 對 因為義大利一個 41歲的女生 她是真正的生下來 一個混種外星寶 真的 這真的 為什麼 因為她生下外星寶 是在醫院裡面 整個紀錄片都拍下來 是喔 她是真的遇到 所以千頌一一 要看我們這一集 是不是 千頌一要搞清楚 她叫她生下來什麼樣子 就是 這個樣子 對 人生的 她在醫院生下來的 好傷心 她懷了多久 她這樣子 她說她四歲的時候 就被外星人綁架上去了 外星人檢查身體這個結構 還抽了她血 外星人說 這個女人的結構太完美了 是 所以就向上她了 後來她講認識以後 人家不相信 結果一查 她身上有三個傷疤 而且身上有靈 那個靈是一種 不是 是一個隔絕物 就是外星人 把她身上塗靈之後 就是說你身上有細菌 就不會傳染到我身上來 而且那個靈不是一般人 家庭裡面可以做出來 那種很特殊的物質 這第一個 後來她長大之後 她說她又被綁架了 是 那外星人跟她做了 愛做的事情 結果人家不相信 一查 愛光一照 她腦袋上面 有不明物 砍在裡面去 學化名字砍到這邊 還是砍到這裡 拿破崙當年也被 腦袋裡面 死了之後腦袋裡面 也被有砍一個東西在裡面 是喔 所以她被砍 她說被砍之後 大家就覺得 真的照出來 她腦袋又被砍東西 所以她懷孕之後 大家就很震驚 就送到醫院裡面去 順著她注意 果然她生出個這個東西來 那真是 她前面講的大家都 剛剛好 剛剛選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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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會生成這個 汙椎的樣子嗎 你們不相信 就騎得到她吧 只能講... 只能講拔龍類 對啊 會破的喔 好玩喔 有種很帥的吧 她帥子她變成 你們希望的樣子 來跟你們... 原來是這個樣子 她會變形啊 OK好了 來 請問一下 我相信剛剛那兩個 外星寶寶的故事 請舉手 都相信喔 第二個啦 第二個 第二個相信 那希望也生一個像剛剛那個 爬蟲類的 誰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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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外星人優勢2 來 嘴巴說不要 卻樣樣要求都辦得到 這種是一種欺奴的個性 這個據中講啊 那個都教授 他這個在2014年還在用DVCO 但是呢 為了他那個心愛女人的一句話呢 默默就去辦了 他死也不要用手機 所以說呢 那個... 這個心愛人跟我們講的話 對我們影響真的這麼大嘛 來 女生們 你們覺得希望 將來另外一半是七女武器 舉牌 比例算滿高的喔 小禎是那一定要 對 為什麼 不行 沒有 我覺得他就是嘴巴說不要 被你打起來很痛苦的 真的 真的 就像康哥這樣的個性就很好啊 對不對 就是康哥身邊好像 自己好像很有個性 可是碰到老婆就沒有折啊 在外一直很有原則 但老婆就 我死啦 阿嬤 對不對 我覺得這種很好啊 因為會讓老婆覺得 你就是對我專一 我就是 你說 Exclusive 對 這是專一的啊 這種很好啊 那米可白你舉中間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像 對外面的時候 他非常有主見 那如果對內的話 就是要像那種 小老公一樣 小老公一樣 就是你請他說 你幫我切水果 他就幫你切水果 然後你請他幫我倒茶 他就願意幫你倒茶 對 對 所以你有沒有請個長工在家 對 你這樣好棒耶 是 那劉瑋也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 就喜歡被虐狂啊 不是... 因為我覺得 你可以對女生好 然後你可以做事情 可是那是你應該做的事 而不是說 我去叫你做什麼 然後你就要做什麼 主動 要主動 我會覺得那個男生 就沒有一個男生的樣子 對 你要不要就入退到我家就好了 那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叫男生做過事情 很少耶 因為我其實 男朋友我都會希望說 他是 比方說他今天在家沒有事 他自己 會自動去把家裡一些事情 打理好什麼的 比如說家事啊 幹嘛的 他也會親吻啊 我覺得... 不是... 他還是要請拜託 不是... 坐好 直接起來 我一直覺得 你要維持家裡的環境好 是兩個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不是說每天都他做 就是他有時間 他會去把這些事情做好 我覺得你可能要在他水裡面 下一個怎麼樣 不是說我叫他說 你去多地好不好 你去掃地好不好 這樣 因為像我曾經有個經驗就是 我有開口說 那個... 因為廁所的排風口在上面 我拆不到 太高了 是 我說你可以把它卸下來洗 因為有點髒 可是他當下都會說 不要 很麻煩 你會不會找人家什麼 阿姨來打掃什麼 一個小時多少錢這樣 對啊 會不會 可是他就是會 比方說像那一次 我講完之後 我隔天早上起來 默默的喔 他已經一大早牽起來 然後把廁所那個 都拆下洗完 然後窗戶都洗完 那你喜不喜歡這樣嗎 就是我會覺得 你吃錯藥喔 那你喜不喜歡這樣嗎 你不是說不要 就我覺得那就是 你應該做的事 你喜不喜歡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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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不喜歡這樣 你喜不喜歡這樣 還舉高中啊 沒有特別的感覺 你一定要 小禎一定要欺服 天啊 他要喔 你踏死了 不是啦 大家弄你們好好講話 不會就別喜歡啦 不會就別喜歡啦 小禎在家裡選 你喜不喜歡 哪會 蓋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好 好 我不會特別喜歡 真的沒有那麼感情 來 選選妳很會訓練 男友成欺奴 那我覺得講欺奴太難聽 是其實台灣的男生很貼心 你就是 你教就是好好的說 拜託你幫我做一下 他就會去幫你做一些事 比如說買早餐啊 要好不舒服啊 OK 這個怎麼不舒服的 不是啦 他就黑了 不行 可是因為這種女生才 才吃香啊 要你對真都這樣子 你們這樣 你們要我們做的事情 你這樣 舉手 我 拜託你幫我說 OK 那有什麼問題 我們男生都要保護女生 那心態就起來了 我跟你講 男生都這樣子 你請她換個燈泡 你一定要說 爸爸 你可以幫我換個燈泡嗎 小禎語出驚人 讓老公服服貼貼 精采內容馬上回來 都明俊到底是什麼星座 這個星座裡面 最有可能符合這個都教授 這個這麼完美的男人 是哪一集 具有悶騷 保護 然後犧牲 又有這個超感應能力的話 那可能你只要找她 所以都明俊是 可是 就是很會交朋友嘛 她好像不太有朋友 有朋友 因為她 太快 沒有 她在換燈泡的時候 你還要抱小孩說 對 你還要抱小孩說 你看爸爸多厲害 對 對 你有說過這種話嗎 我有講過這種話嗎 你有沒有說完就吐了 不會 不會 其實這種話還是一定要講 對不對 男人要胸懷大志 放眼釋放 真的 結果你把男人拿來當阿莉 當瑪莉亞 阿莉亞 你去找個黑道小弟算了吧 你找我幹什麼 對啊 所以要幾年來換 雜魚嘛 雜魚 你知道那個誰 愛麗絲有用過這一招 他說老公 你去幫我換燈泡 他老公就說不要 然後他就說 那沒關係 樓下那個伯伯說 他每天都可以上來 幫我換燈泡 對 OK 這個好好 米哥白 你也強迫過你的男朋友 可是我覺得 還好我沒有叫做家 是因為我男朋友 他每次都穿得像馬西平大哥 這樣一次 然後他十幾年 你知道三十三歲 但他打扮了快四十歲的感覺 所以我每次出去的時候 感覺 你怎麼把我十幾年 淋吐出來 不是 不是啊 他就是打扮得比較老成 然後明明就沒進去 還要戴那個有鏡片的 然後每次出去 就很像跟大叔在一起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 太壽命了 不是 所以我就為了他 就是幫我買了一些 潮流的T恤 然後HEPOP的那種 然後逼他穿 所以但他沒辦法接受後 所以他每次 我又是偷看到他 是穿在裡面 然後外面再搭襯衫 然後再搭 也是再搭這個西裝 工作需要 沒辦法 工作有關係 你家人HEPOP去開會 沒有 沒有一段生意可以彈成的 我要呼籲各位女性 這些所所碎碎的事情 男人如果願意為你做 或者分擔那都很好 可是真正一個男人 是要為你做你做不到的事 不是你做得到的事 譬如你今天想要月簽的門票 你買不到 他想辦法幫你搞到 譬如說你阿嬤要住院 沒有病房 他想辦法幫你搞到 你要個限量工程回到馬上 你要做到這種事 這才是大男人嘛 真的 我們就真的不換了 好 來 新專家 來 哪一些星座 婚前大男人 可是婚後會變成欺怒的 好 有一些星座呢 看起來張牙舞爪自我中心 但事實上 他們結婚之後就變了 要讓人不認識他們 讓人不敢相信 到底是哪三個星座呢 現在看第三名的星座 第三名的星座呢是 獅子座 真的… 被看過 真的…被看穿了 來… 好 獅子座這個標題非常特別就是 婚前是自我中心 婚後變托嬰中心 托嬰 托嬰 他們其實非常害怕呢 第一種就是 有把柄在別人的手裡 或者呢 是家人跟父母的要求呢 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會自動降級 進入了病貓模式 變成了一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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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難找 那這種感覺還不錯 對 男貓叫兩聲 那… 鳥 好可愛 他第二個名呢也很特別就是 摩羯座 摩羯座呢 誰… 有誰呢 原來你也是這樣的人 是 好 摩羯座他們很特別的地方呢是 他們婚前硬碰硬 但是婚後呢變成懶惰 好 他們在約會的階段呢 很喜歡給對方洗腦 好 希望對方依照他們的方式 要他們的生活品味來過日子 所以其實有點… 對方覺得不太舒服 但是他們在結婚之後呢 因為他們太在乎事業了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我們名製作人 沈玉琳 玉琳哥 他剛剛的老婆就是 他老婆既是經紀人呢 又是助理 所以呢 因為老婆 有這個幫夫的效果 一直幫先生打點外面的事業 所以他覺得說 那你也做得這麼好嘛 那沒關係啦 今天你要跟我歡啊 跟我鬧啊 我都順著你 都沒關係 反正你對我有幫助 什麼都OK 所以這個是我們會做的特性 只要你願意幫夫 跟他的工作呢 他會覺得說 你講什麼都OK 是喔 玉琳哥是這樣 我其實不算是欺奴啦 不然我講我欺奴 我太會抗議了 但是我是兒女奴就是 對 是另外一個召喚 對…我是兒女奴 從國小 國中 高中 他們的家長會 班金會 我太太沒參加過 都是我去 都是我去 所以 一堆媽媽們裡面 只有我一個男生 那也是一種快樂 好開心 但是隨著孩子 年輕越來越大 參加那個就越來越無聊 就越來越不去 因為這些家長都是阿嬤 對… 久久久了 你怎麼都變這樣 好 那接下來 第一名到底是哪一個星座呢 就是我們的舞陽座 舞陽座就是讓大家覺得 跌破眼鏡對不對 那它的標題是什麼呢 怎麼可能 婚前我行我素 婚後做牛做麻 好 我舉個我的切身的例子 是我的朋友 他本來其實是一個宅男 超愛打這個電玩 那她女朋友呢 就在旁邊 就當一個小女人 本來只會看 後來呢 就進入了雙打的場面了 開始兩個人玩起來 但是 慢慢到了結婚之後呢 老婆也很這個任命的 帶小孩啊 做家事啊 她居然就慢慢的把電腦 移出了臥房外面 也開始了就是 好好的做起一個先生的責任 所以他們其實會因為 既然對方都到位了 那我應該把這該表現 拿出來才對 他們會因為對方的這個到位呢 而調整她自己的身段 改變自己的這個功能性 他們也是一個 這個滿有擔當的這個星座 不是啦 有時候也是 你搞得家庭氣氛不好 我看他也活不下去了 對 有時候這個是 男人的讓步是偉大的 總不一定因為星座而不一樣 對 可是老婆嫌 你這個對不對 你 你既然對女孩這麼好 而且我看你 跟女孩在一起也是做牛做馬 對啊 那為什麼到現在還是單身呢 那你這一方面的優點 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我跟他相處下來 我覺得他太大神了 他太大神 就是跟女生相處 他沒有一個男性的魅力 會讓你想要 就是對他有男性魅力的想法 對 他太大神了 可是女人很奇怪耶 就是說 因為像你看 我去女朋友家裡面的話 我看他... 因為女生通常他們是會說 他們是亂 他們不是髒 可是在我的眼中 我覺得亂跟髒是一樣的 因為你衣服亂丟 你衛生紙用完之後 你可能不丟到這種 你就丟在桌上 我只有看我會收不了 那你去收就好了 對 我就去幫他收 再收的時候我會跟他說 你又是不要丟在這邊嘛 你找他要說 你瘦就不要講 不要講就不要收 不是 而且誰瘦得了 說男朋友到家裡來 然後看到你的化妝水 你用這個牌子 我跟妳講那麼一個牌子 比較好用 我不會這樣啊 誰瘦得了 妳剛剛不會啊... 我不會這樣啊 大哥 有一次我剛才是吃飯 然後頓時間 他約他坐我旁邊 我就覺得國賢哥 其實還滿帥的 然後當我有這個想法 來下一秒鐘 然後國賢哥說 我要把身材脫掉 我裡面穿吊子 你會不會覺得我身材不好 然後我想說一個男人 怎麼會問出這樣奇怪的問題 對啊 怎麼會注意到這種細節 就一個沒有一個男人的樣子 你身材本來就不好 你何必講 他回問然後問呢 奇怪 而且 你已經身材不好 你為什麼穿吊子 你沒有 吸引他問題在你身上 很熱耶 不過 泰宇 你說幫女孩子吹頭髮 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對 女生也有講之前幫他做 對啊 幫他捲吹頭髮 對啊 那很甜蜜 女生頭髮又難吹 一百分 女生也喜歡 喜歡 喜歡男友幫你吹頭髮的請舉牌 最好就連洗頭 對不對 洗頭 洗頭是你洗頭 洗得滿臉吧 對 女生兩個不喜歡 為什麼 不是 你說有時候頭髮吹 你有髮流 你才知道要怎麼吹 然後有時候 他平一個太久 你頭皮都會燒起來 然後又不然就知道他怎麼吹 你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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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個吹話 我要重吹 那個好像就自己吹 但是純粹覺得男生 有時候在某方面 真的還是要Man一點 比較好 對啊 對 吹頭髮真的 這個女生來就好了 好 那孔雞大師 您認為心甘情願的付出 就不可以稱為欺奴的 不能再稱奴這個字 首先請不要稱我為大師 因為我發現被叫大師的人 對不久媒體就會出現 她的紀念專輯 大師就好了 謝謝 那個其實我 其實你是這樣想的 就是說 其實我們不要講奴不奴 你如果是心甘情願的 去為對方付出的時候 對方其實是很開心的 對啊 其實是很高興的 你就想說 因為我們男生你知道 在家裡面上廁所 難免都會噴到外面 對不對 這是免不了的事情 那然後不先 你先馬桶蓋還是我先馬桶蓋 大家都不想先 那我這個女朋友 我很感動的就是 每次我如果尿到外面了 她就默默的去擦掉 從來也沒有講一句 但是我總是會看到的 我幾次之後 從此以後我在家裡面 我坐著上小號 我覺得這不困難嘛 對不對 你男生女生一樣 就是坐下來上小號 而且對攝護線比較好 對 但是這些問題就沒有了 你也不會弄髒了 你也沒有先馬桶蓋的問題了 那女生會感受到說 這個男生 他自己願意為我做這些事情 那他給你的回饋 會是從四面八方豐勇而來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不是奴不奴 是你願意為了愛付出 那愛這個東西 最值得投資就是 你付得越多 你得到的越多 對 但是今天我們還是要 請我們的黃老師告訴大家 十二個星座裡面 最有可能符合這個都教授這個 這麼完美的男人 是哪一集 有嗎 有 蘇敏俊到底是什麼星座呢 你千萬別錯過喔 所以我可能符合這個都教授這個 這麼完美的男人 是哪一集 有嗎 其實我滿多這個網友 在網路上做很多熱烈的討論 具有悶騷 保護 然後犧牲 又有這個超感應能力的話呢 那可能你只要找天蠍座的 這個男人 天蠍座很大 所以都敏俊是天蠍座的 我認為他是天蠍座的 是嗎 可是天蠍座 不是很會交朋友嗎 他好像不太有朋友 沒有朋友耶 因為他四百年 他不能再交 太累了 偷懸是進下水的 所以這也是他都教授的好處 因為他沒有什麼這種 狐情狗掌 像小康這種朋友 都不會找藉口 老是不在對不對 老是經營 對 所以說這個專情還是要 杜絕朋友的困擾好不好 好 那最後 我剛剛一開始講 真正知道外星人長什麼樣子的 只有馬大哥 現在馬大哥要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外星人 他們的真實長相是什麼 這不是我 這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文物理學家 英國的霍金 霍金 霍金 人家問霍金 到底有沒有外星人 他說有 那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外星人 他就弄出來給大家看 一看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給大家看看 這個第一種 是內地星球上的外星人 內地上 就是說活在這個土地上的外星人 他是用吸盤去把這個岩石 細鳳裡面的那些小生物 吸出來的外星人 就長這個樣子 沒這樣合嘛 這個是氣碳 星球裡面的外星人 這個外星人像水母一樣 因為它是氣 整個星球像土星 它就是氦氣氫氣組成的氣體 它靠吃什麼 它靠吃閃電過火的 閃電 閃電 別人講也許你覺得胡說八道 霍金講 大家就不敢講話了 是... 吃閃電很爽喔 吃閃電很爽喔 對 吃閃電 這個是極寒星球的 零度150度的長毛瘦 長毛瘦 長毛瘦 它的毛要非常非常長的 它是藝廳喔 不是 它是外星人 這個是液態星球的 外星人 液態星球的 然後最後 最不可思議就是說 它認為有一些是漂浮的 在宇宙裡面漂浮的 有一些生物 漂浮生命體 它是吸收輻射能量 就可以過活的 它不用在任何星體上面 對 它可以漂浮的生命體 不過我夢想 第二次的男生 不用怕 就是說你如果用心 去對一個女生的話呢 管他是 都民俊什麼人 都是沒辦法影響到 你在女人心中的地位 就是記得 談戀愛 或者是愛一個人 這用心去愛 那就沒事了好不好 要體貼 要細心 那你就是 所有人心目中 最完美的男人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